刚才买锅盔跟这个什么狼牙土豆 然后呢老板跟我说了一些 做生意他们感觉得到的事情 我等一下回家跟大家讲啊 我觉得七兄第二点 就可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 我那太惨了 就是今年他们不限购了 他们做小生意的感觉比较明显的 他说你们上班的可能还不太明显 哎呦我这是这两天的话呢 接触到了算是两个生活在成都的人 一个是我坐这个飞机回来的 这么一个邻居吧 然后呢他就是在用那个计程车 就叫了那个滴滴 然后载我们顺路送过来的 那我们在车上聊天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去买锅盔这个老板 真的我来了成都几天 就去了他们家报到了几天 所以说也就算熟一些 然后呢有就是一边在做东西 所以一边有在聊天哈 所以说也算这个就是熟了起来 所以说也有聊天 一共印证了两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哎呀 你不说不知道哈 你你你不听他们这样讲 你也没有想到回社呀 真的我觉得说 尤其这个其中这件事情啊 真的印证了说 可以印证了一些 大家之前所说的一些话 今天买了两份外卖哈 一个是狼牙土豆 然后老板问我说 要不要折耳根 我说你给我放几根我尝尝 我挑战试试啊 看我能不能吃折耳根 还真就没吃过 然后这一份的话 就是锅盔牛肉馅的 这个14块 这个8块 我先尝个折耳根啊 不到啥味的 但是好像除了他们 四川人还有哪人吃啊 贵州人也吃对不对 我两个手夹啊 这民宿灯有点暗哈 窗帘 就是大家在这儿 我跟大家聊几句哈 先尝尝这耳根 从来没吃过 听说咱们除了 好像云贵川的人 比较能吃得惯 我们一般吃不惯哈 我还不知道啥味呢 尝尝看 确实不好吃 不好吃 有一种 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刚才滇主问我说要不要 然后他说 他们觉得很好吃 不好吃 然后 他们家 我最爱的这个 锅盔 牛肉口味的 我得赶快拍个照哈 给我那个减肥的APP上传 我这两天都忘了上传了 人都找我了 说怎么没上传呢 这么多天呢 哎呦 忘了忘了忘了 赶快拍个照 我赶快把这锅盔吃几口哈 其实这锅盔 人家这边是脆的 人家烤过脆的 然后 下面这边的话 刚才我就是拿上来之后 放东西啊 又架这个什么三角架 放手机什么的 这底下都被汤泡软了 抱死了 还是脆的好吃 嗯 我这个窗外景色挺美的 这边就是彩电塔 哦对了 我先来回应一下 大家给我这个提问的哈 就是关于山水电风扇的问题 阿达跟产商的话呢 就一再这个申请跟他们聊哈 就是争取 争取到了 还是母亲节的活动价格 给大家继续开这个 呃 现实的哈 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团购吧 那 这电风扇的话 其实很多老朋友看我家都一直在用 我家的话呢 这个这台充电式的DC循环扇的话 我家最主要是放在车里面用 或者是说拿到厕所去吹哈 因为它是充电 就可以用 等于说没有线 所以你提了走的话是很方便的 它大小是9寸的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立式的 它比较大台的哈 它是落地在地上的 那它这个转头的方式的话呢 是可以这样转的啊 DC循环扇是全面的 很快可以带动房间的空气流动 让你房间的这个冷房效果呢 加速加倍哈 达到省电的作用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另外一台小台的 它也是充 就是插电式的哈 直接插电的 那那一台的话应该是7寸吧 那一台的话呢 别看它小 风力也很够 那它就是转头的啊 它就是这样转头的 它就是上下的话 就你要靠手动来调节的 这三台的话呢 都是DC循环扇 它那种风吹在身上 是舒服的 是柔软的 不会说像 传统那种电风扇吹久了 觉得说哎呀不舒服 皮肤很干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三台都完全不会 那么充电式那一台的话呢 是阿丹最喜欢的 我家也是用的最广 最主要是放在我家汽车上面 因为我那台车的话 后面是没有出冷气的孔的哈 所以后面的话 一上车的时候 夏天非常热 你要等着前面这个冷气 吹到后面去的话 得有一定的时间 可是这个就是 我把这个电风扇 一带上车哈 那马上后面就凉了 一分钟都用不了 五秒钟吧 前面的冷气 就通过那个循环扇 带到后面去了 所以说就整个车就凉下来了 这个三个电风扇的话呢 它是山水品牌 那么有一年的保固 那客服的话呢 也是有问必答 客服也一再跟阿丹讲说 阿丹的粉丝朋友 真的非常有礼貌 就是都很理性的提问呢 等等的 所以说也感谢大家 感谢我这些有礼貌 值得场上夸赞的粉丝朋友们 阿丹给大家争取到了 这个母亲节的档期 那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现实开团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 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 跟评论区的置顶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我刚才又吃了几口折耳根 谈不上说像他们一样 这么云贵船的朋友 这么爱吃 就是说好吃 谈不上 但是说吃了恶心的什么 就像我看网上有人拍小视频 吃了 这样雨 倒也没有 就是 不见得 你要问我说 下次我还会不会主动点折耳根 这个东西 我可能不会了 它并不算好吃的东西 好像是这样 但是不恶心 我跟大家聊 就是我这个前几天 不是搭飞机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搭飞机 受到影响的 就是整个航班上面的话 有38个人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男生的话 他大概就住在我的鞋后面 所以在飞机上 我就有看到他 而且他的同坐 就是一直在跟我聊天来着 那个女生 那个姐姐的话 就是他们退休了 然后他跟他先生 多数都是定 就是旅居在中国 然后这个男生的话 就是我们从下飞机之后 因为他是在成都定居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成都人 然后呢 他是到台湾来学习 很巧 他就是在桃园的这个 石门水库那边学习 学习了五天 所以说他问我哪儿呢 我说我桃园人 他就说这个 他说我就在桃园 学习了五天 所以就聊了起来 那也很感谢他 就是他是从机场 把我一路带到 我住的这个民宿下面 他说行 他说我这个也是叫车回去 顺便带你回去 就是在车上 我们就开始聊了天 就比那个在机场 聊的更多一些 机场就比较少 就是在那个什么 回来在车上 我跟女儿坐在后座 他坐前座 坐前座 然后有那个司机这样 他就说两点 我觉得其中第二点 就可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 第一点我说我发现 这个成都很多 那个就是电车 汽车 我说啥牌子都有 我说我刚才好像还看到 是宝马奔驰 还是奥迪 其中一个品牌 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 的一个电车 我说我还看到了 我说我还以为 电车都比亚迪 什么之类的 而且这个比亚迪 一直让我觉得说 它是一个价位比较低的 这样的一个车款 你明白吗 就是我心里边 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我坐这个 就他叫的这个车 这个滴滴司机的话 开的就是比亚迪 因为我听他在导航的时候 他说小迪小迪 我说你这个是比亚迪啊 是否 他说对啊 我这车多少钱呢 他说二十几万呢 二十 反正二十五万以内 你知道吗 我说我这么贵啊 就是我在 我以为说 这东西可能不到十万 因为比亚迪的话 之前这个品牌的话 就是卖的车的话 价格都比较低的 油车的部分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个是 他说他这是什么车呀 三类车呀 还是二类车呀 还是C类车呀 反正就是说那意思 我说 我说那 我说那还有其他类的呀 他说那个就是 他说你不觉得 这个车的空间很大吗 确实他那个车的空间很大 然后后来就是跟我 就是同行的这个 就是这个 去桃园学习的这个人 就说 说这个司机 是他长期配合的 一个滴滴司机 说你别看人家开滴滴的 自己是这个开装修公司的 然后现在生意不太好 偶尔坚持出来跑个滴滴 是这样聊的 然后就 我说 我不说电车多吗 他说因为 成都的话有线号 单双号这个线号 对汽车的部分 但是呢 电车就没有线号 所以说后面人买的车的话 就倾向于买的电车 我说在成都好像应该还好吧 不会特别冷什么的 我说不像东北 不买电车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担心说 冬天会不会那个 就是没办法发动啊 或者很快耗电 就没有电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 我说可能就是比较顾虑 然后他说 他用 他那口音我没听清楚 他说是坐在前面 就是 声音有点小 他大概说 他说也不太行 他说 什么有一年过年 什么大家都在高速路上 怎么怎么样 反正说电车的部分 就这样 就是因为电车多 是因为 汽车有线 线单双号出行日 但是呢 电车没有 第二件事 然后我们就聊 因为开车一路上进来 就看到很多高楼大厦 什么之类的 我说成都房子现在贵吗 他说哎呀 便宜多了 他说这个 那个什么 房价掉了很多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快到皮县的一个地方 他说的那个地名 我没记住 我就听 我就记得他说 快到皮县了 就算是 应该算是成都市的 一个外围郊区 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说他的朋友 买房子的时候 是一万七八 然后呢 现在大概还剩六七千块 一平方米 我说差这么多 然后他就说 对呀 他说那都不是拦腰斩了 他那是从脚踝开始斩 然后他说 主要是因为那个开发商 当时就是卖房子的时候 就炒作 就说政府会大力的开发 那块地 就是那个附近 会大力开发那一边 所以说就对那边的话 大家抱着一个前景 就是一万七八 他们就买了 但是呢 今年就是这个 叠价跌很多 他说 尤其今年跌的很多 我也觉得 我说 我说那岂不是 我说房贷还在还 我说现在就是 你还一万七八 实际上这房子 只有六七千块钱的 这个房价 他说对呀 就是这样啊 我说那太惨了 我说买房子 我说那还得买市区的 不能买太郊区买 我说那 那保值的空间 我说太低了 我说你看 这很容易就跌价了 他说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就这样聊天 这跟他说完了 今天的话 我在买锅盔的时候 因为这个土豆啊 就是要到后面去炸 所以说这个锅盔比较快 我们就在前面聊天 他们夫妻两个 就跟我聊天 然后呢 他这个老婆 就跟我说这意思说 这两年那个 哦 就说到房价 我说我住这社区 我说叫啥名来着 他就说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说我看房价好贵 有三万多一瓶 他说没有了 他说去年 还能卖到三万多 他说开盘就卖三万五 啊今年的话呢 两万七八 二万七八 这是他的原话 二万七八成都人 我说哦 我说这样 我说我说便宜了这么多 他说对 他说就今年掉价掉的多 我说我说为啥掉价 他说不景气吗 他说不景气啊 他说你们这上班的话 感觉不到 他说我们这做生意的 感觉得到 他老家的话 有这个朋友做生意的 就是在广东开厂的 他说有开家具厂的 有开什么厂的 他说外贸的单子 几乎没有了 少了非常非常多 外贸现在不行 倒了很多 然后呢 这个女生不是在跟我讲吗 然后他就回头 跟他老公说了一句 谁谁谁谁谁 怎么怎么样 我说对对对 哎呀 年二十六 就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用那个 国语跟我讲说 他的一个朋友 年二十六的时候 从十六楼跳楼下来了 就结束了这件事 因为什么 就是疫情期间的话 他不甘心 一开始亏了 就想说 撑两年好了 就能好起来了 第一年没放手 第二年没放手 撑了几年之后的话 就到现在 不行了 好像就在今年过年之前 亏了太多钱了 想不开 跳就结束了这件事 他就说 聪明的 他说第一年 发现不行的时候 已经就是退出来了 好 现在一家老小 过得还可以 他说呢 就是冒险的 没有那么聪明的 他说 就挺着 想说 看看有没有机会翻身 什么 他说不甘心 那他说 他也是 我说我也说了 我跟他 我说人哪 只要一上去了 再下来的生活 我说就可能 比较难接受 他说对 他说那以前 那大老板都风光啊 他说那一回老家 都风光啊 怎么怎么样的 就我们闲聊 然后呢 成都的房子 他就是跟我说的 就是跟这个 我在计程车 就那个滴滴车上 跟那个飞机上 认识那个男生 他们两个都跟我说了 一件事 就是今年 他们不限购了 成都的房子 往年成都的房子的话 都是在限购了 好几年的 就是你要是外地人的话 可能还要有工作 交了几年社保 然后 像做生意的人的话 需要营业执照 等等的 有很多要求 你才能在 才能在这个 成都买房子 叫限购 今年开始 不限购了 然后就是 他们老板就说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买了 没有什么这些了 没有限购了 说要是房市要好的话 怎么会不限购 这是他们老板讲的 我就想说 趁着我现在还没忘 赶快跟大家说 我连土豆还没吃呢 我就赶快把什么 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讲 这可能是真的是 老板姓 他们做小生意的 感觉比较明显的 他说你们上班的 可能还不太明显 因为我没有长期在这边生活 我也不太知道 这就是根据这两个人 跟我聊天的状况 我给大家聊 就是我在市面上面的话 你当然看不出来什么 餐厅的话 都是人都是满的 然后呢 都坐到路边去吃了 你看我去吃东西什么的 就是你没有听这些 小老板们在聊天的话 你也不会感受到这些 就感觉说你看 你看到那个什么 今天我去了宽窄巷子 那里边那么多游客 买东西的卖东西的 你就看说 一切好像还都不错 但是呢你听这些 小老板们说了之后 你才有这个感觉 说的哎呀 真的是有差 咱就说房市这块 就连都这个 都不限购了 你说是不是有差了 好了呢 阿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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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